这个安装在雄风身上的微型传感器 正在监测各种重要的环境数据 这是华盛顿大学一组研究人员的想法 我们之前制作了昆虫大小的机器人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这个点子 这是一个昆虫大小的机器人 它可以工作 但机上电池负重太大 使其不能很好的飞行 所以研究小组决定用蜜蜂代替电池 如果我们有一个可以四处飞行的传感器 我们就可以监测农场不同地方的温度和湿度 从而更好地了解那里的天气状况 或许还能提高作物产量 它还可以提供导致风群崩溃的线索 还可以监测到气候变化的必然趋势 我们能做的另一件事 是把它作为生物学研究的平台 来回答关于蜜蜂在做什么 它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到杀虫剂 或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的一系列问题 从电路板上获取信息是有问题的 所以研究小组把小型接收器 放在田野的边缘来监测蜜蜂的位置 我们把蜜蜂安置在田野周围 用来收集数据 有效氛围可以达到80米 可以在误差2到3米的范围内进行定位 这就足够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农业任务了 这个传感器非常轻 看似也并没有改变或是影响蜜蜂的飞行和行为 因此研究小组正在考虑添加一些组件 我们正在尝试下一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看看我们是否能装上摄像机 或者其他传感器之类的东西 蜜蜂身上的每个装置 只能存储大约30KB的数据 但该团队正在努力提高存储能力 易凯文 美国之音 华盛顿报道